最近传出来好多的艺人所开的一些店都遭小偷 包括了艺人绍兴他新开的火锅店 在排风夜打烊的时候被两个小偷从后门进来 偷走了名贵的洋酒跟现金 损失有20多万元 不过现在绍兴他比较烦恼的是 因为这些酒多半是客人寄放在店里头的 有63年出产的高粮是价大约6000块钱 70年或是80年所产的也要价3000到5000 而且很多酒是有钱也买不到 现在该怎么办怎么样陪客人这些酒呢 火锅店里明亮空间就连中国传统宫廷装潢都还是新的 艺人绍兴的火锅店才开幕不到一个月就遭小偷 就算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让绍兴很无奈 因为两年前他在台北市复兴南路另外一家总店也遭小偷 被偷走许多的高档螃蟹大杀工 上个月在乐立路再开一家分店 想不到台风夜打烊之后又遇到窃贼侵入店内 偷走许多名贵的老酒和高粮酒 小偷不但把地下室的酒全部给偷走 还把柜台上面客人寄放的酒全部都给偷光光 包括一瓶有63年的高粮酒 像金门高粮63年的 我到哪去找你知道吗 连我爸爸爷爷都没有这种酒 那很多一些好的酒都寄放在地下室 还有一摁一摁的酒 然后就这样被人家拿走 那客人现在还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光是63年的高粮酒就要6000多块 7080年代的酒一瓶也要3000多 算算损失将近20万 尽管警方已经掌握特定对象要破案不难 但有些老酒是艺人朋友寄放 就算要买来赔也买不到 让绍兴不晓得怎么对这些朋友交代 中文台北众合报道